欢迎警方终于作出建议 希望保安局认真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的运作 我认为有关的团体 他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无论在他的政綱在他平时很多公开的活动 都是已经在行为上挑战着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里面国家完整的大原则 所以从法律上我认为警方这次的建议 是完全符合基本法 符合香港的法例 我也是非常同意 他们是根据社团条例 有关的规定 以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理由 是建议禁止有关团体 继续在香港进行这些宣传 或者不断作出遗害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和活动 在政治上 我们认为香港社会 绝大部分的市民 是完全不会接受港独 港独在香港 是没有法律的空间 也都没有政治的空间 政府 在给到足够这21日辩解的时间之后 我希望政府 也都可以果断作出决定 不要再任由这些明显 违反 基本法 违反一国两制 违反了我们在香港 是应该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这些基本的宣传责任 和法律的规定 在这样长期进行这些活动 其实就应该尽早作出决定 尽早作出决定 最大的好处 是亦都给香港社会有一个清晰的讯息 在法律上 这种行为在宣传港独 是法律上不容许的 第二 亦都令到那些年轻人 因为我们也看到不少的报导 有关的政团 也都是曾经在一些学校那里 去派发这些宣传港独的单章 一而再再而三 去误导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希望现在及时去制止 这种危害香港的社会稳定 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这种政团 是不应该让它在香港继续活动的 我想说香港是我们在一国两制底下 在基本法底下 已经是给香港人有高度的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和各个政团进行的行为 也都是要符合保护香港的公共安全 和国家的领土完整 在这方面 连国际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 也都有清楚列明 言论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 那个限制的范围 主要就是在国家安全和公共的安全 及公共道德等等 所以这次社团事务主任 他引用维护香港 要保护国家领土完整 不要搞到我们在香港 会出现一些政团公开 很张扬的到处作出 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 无论是活动或行为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其实是表示欢迎的 你说其他的政团 有没有犯到同样的事情 这个我会交给政府去决定 因为这些团体 通常他首先会作出 看会不会是公司登记 然后就去社团注册 所以在警方和公司注册处 其实都要高度去注意 会不会有一些团体 他自己的主张 他的活动 他的行为 他将来要做的事 全部都是违反了基本法 违反了一国两制 以及香港当地的法律 这样的团体 是不应该让他继续在香港活动的 你认为自决的主张 会不会都属于破坏国家安全 还是组员的人 因为他都不出有权的分别 自决 一直我的看法 如果在香港倡议公投 自决 尤其是自决 他只会是在一个有主权的国家 那个自决 才会说自决 香港并不是一个有主权的地方 我们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所以在香港鼓吹自决 其实也都是 只不过他不是直接用港独这两个字 在法律上 在国际法 在基本法 都是不容许 我也都希望香港政府 不同的部门 他在这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也都不要再继续 有机会 有意或者无意去纵容了 不同的团体 政治的团体 去宣扬一些 在香港进行港独 或者在香港要追求自决 这种团体进行的活动 其实在香港来说 是应该容许的 我想香港社会 我认为 很多我看到不少的年轻人 他应该在有关的 这些知识面上 一直在过去几年受到误导 如果我们是很正面 是很开诚报公 去跟香港社会去讲解 在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 我们为何可以有特别行政区 我们怎样才能争取到 有香港的基本法 怎样才可以更好地维持 而两制 我们就必须要对一国有认识 我们亦都要履行 我们对一国的宪制责任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有责任去维护 国家领土完整 我们在香港不应该去鼓吹 任何有机会分裂 我们国家的活动 除了港独 其实台独 藏独 都是一样不应该 在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 那里去成立一些团体 或者我们一些政团 是和这些团体 有很多的合作联系 在香港去进行 这些分裂国家的活动 我觉得香港应该自己是懂的 如果我们市民大众和年轻人是不懂的 或者在这个事情上 政府和我们包括立法会议员 和社会各界应该是有责任 向我们的社会大众和年轻人解释清楚 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回避的 越回避它越误解 将来的伤害一定会更加大 而最后受害的就是香港社会 因为一定会影响了 反而最后是伤害了一国两制 那我们是绝对不想这样 那你提早将这个法律的基础 讲得很清楚 刚才都讲 在法律上 我认为这句是非常清楚 无论在本地的法例 社团条例的第八条1A 很清楚 我们的社团事务主任 是有这样的着情权 他有这样的权限去着出这个决定 而在基本法 其实也是有很清楚的规定 那如果这些这么清楚的法律基础知识 都不好好地正面去向香港社会说 那我觉得呢 反而大家要检讨的 而政治上 和在那个市民大众的议员 我是绝对相信 香港的市民是不会支持港独 所以在政治上 港独自缺在香港 也是没有空间 没有市场的 您认为这些行动 会有一个优秀 对于民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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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很好的行动 我认为这些很好的行动 香港有没有空间 香港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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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警察在任务上 有很法律服务 他们很法律服务 而在同时 它也保护了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母国 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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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禁止 中国 中国 包括香港 而是 全国的国家 所以 香港 我真的相信 在香港 与政党 和政党 没有空间 而 香港 和 香港 因为 香港 是 香港 不是 香港 是 中国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 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 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 和香港 一国家 是 共产党 公司 尤其是 中国 那些人仍然是否忽略 相信香港 應該讓這類似的政治團體繼續 採用這種傷害的訊息 並且香港為整個國家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因為沒有23條的情況下 這些反對港陸的組織都已經能夠被取消 其實是否代表立23條未必有這種迫切性 我想香港的法例有不同的规定 某程度上可以处理香港社会非常关注的 近年有关于港独、违法占宗、旺角暴乱这些问题 问题是执法部门是否认真依据现有的法例去执法 所以我对于这一次警方认真地去建议了 这些这么明显的倡议港独的政团不应该继续运作 其实我认为应该更早就应该作出这些决定 因为执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在现有法例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在各方面都应该认真 以及可以很正面地去处理这方面问题 无论在教育、执法方面都是的 它越早执法不拖延 在社会来说就会得到更清晰 我们香港的法例其实到底如何规定 因为始终绝大部分的市民不是一个法律专业的人士 由政府执法部门是清晰有一个行为 或者决定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而如果在香港是不是全部现有的法例 已经是足够而不需要23条的 当地的法例我自己就看到仍然是有一些空荡在 这次就社团条例可以处理到 但是在23条例如有一些概念 包括分裂国家这种的要求 香港的法例并没有一些很清晰的规定 所以就不是说全部现有的法例 都可以处理在23条里面规定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这些要立例 如果大家要谈其实都可以 大家开诚报公 首先要跟香港社会各界解释清楚 究竟23条所谓的自行立法是什么意思 将一国两制的情况和概念 我认为在过去21年 香港社会在各方面 就着一国两制里面的基础的知识 向市民大众的推广是不足够 很多时只是在一边 只是说某一样东西 而将整体整个一国两制的 这个宪制规定我们几乎忽略了 我觉得现在应该将这个功课补 然后大家市民大众可以 大家都公开真诚交换意见 我认为大家不要将这些 这些是一些政治的术语来的 有些团体又不是属于今次讲这一类的 所以在法律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在不同的政治口号 他们就一定要跟他说的政治口号 香港有没有相关的法例 如果没有我们应该修改法例 但是现时来说 很明显香港有一个清晰的社团条例 它是处理到 有一些的社团或者政团 它是鼓吹港独 并且不断在香港 进行有关 倡议港独的这些行为和活动 我们现时有法例处理到的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大家可以继续去检讨 以及继续去向市民认真去讨论 谢谢